小月 我跟你讲 要是再找不到村子蜜蜂啥的 咱回家行不 我不找了 我跟你讲还差不多呢 早该放弃了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资源 不行 再走五分钟 万一 万一 我没眼花吧 这 这是 说什么呢 怎么有轮次的 小月 我们终于找到村子了 哇 怎么办 为什么为什么我突然感觉 我们这一路上的辛苦没有白费呢 你刚才可不是这副样子的 要你管的 走走走走啊呀 我们去村子里看看吧 果然还是古代人有想法呀 有句古诗所描述的画面 和我们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 你是说那句吗 对 山崇水赋 移乌路 六暗花明 又一村 哎呀 你就别想办那点文化属皮了 快来看望 看望村民伯伯吧 哎呀 村民伯伯 在忙什么呢 在帮妈妈种地呢 帮我妈妈做完以后 就会给我帮忙谈了 你们是谁 呃 我们不是换人 就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哎呀 你家有没有什么值钱的 小月 哦 不是不是 就是姐姐给你帮帮糖 你告诉我村子里都有哪些值钱的 可以吗 快来人呐 村子里进土北了 小月 你下次跟小孩说话 能不能注意一点 太直接了吧 你家小孩长那么老啊 我没喊他一声爷爷就不错了好吗 哎 小月 小月 我已经找到村子的宝箱了 什么时候撤退 哦 呼叫阿阳 宝箱里面都有什么 一颗绿宝石 over 呼叫阿阳 指挥部不允许撤退 就拿了这么点东西 这趟远门出的太亏了 你总不能把人家的房子给搬走吧 哎 也不是不行 哎 算了 我看这个炉子挺不错的 带走吧 嗯 阿阳 真油腻的 哦呦 不是吧 现在村民都喜欢玩cosplay吗 海盗村民 牛啊 什么cosplay啊 这是人家的职业装术 职业是武器匠的村民 它就长这样 就是东西有点贵 它不如去做强盗呢 哇塞 阿阳 这里面的东西太棒了吧 口水都流出来了 哪呢 我去 什么玩意儿 怎么是一堵墙啊 吓我一跳 小月秘吉之 防止杨太郎 给我抢装备第一事 堵门 哎呀 就为了几个食物 你至于吗 干嘛 蚊子在小野食咯 你看看你以前 有给我留下一丢丢蚊子肉吗 干嘛 沙龙也想要 来都来了 为什么不带走 嗯 这个方块 怎么在天上飞啊 啥玩意儿 哎 不是吧小月 蜜蜂 真的有蜜蜂啊 还就在这村子附近 哎呀 果然是福如双至啊 哇 好可爱 胖嘟嘟的 小月 你快把你的武器给收起来 别让人家受伤了 嗯 好想带我家去养啊 哎呀 我想要 可以 看样子啊 他家应该就在这附近 我去山上找找他家的具体位置 哇 碍死你了 太可爱了吧 小蜜蜂